三五节开他回家过节 这不比买个大别墅还招人待见吗 关键是还是移动的 停到哪里就是靓丽的风景线 您敢相信房车竟然有这个高度 足足五米多 但是呢这是住车情况下 蓝牌C照就可以驾驶了 这不轻松拿捏了吗 来到车里边您就看这个空间 逢年过节家里人多也可以轻松容纳开 C把旁边这个窗户一打开 视觉上是增加了好几倍 那四人对坐的会客厅想要舒服呢 您就坐这边带通风按摩和加热 中间的桌子呢可以实现一桌多用 餐桌茶道桌火锅桌 还是想睡觉变个床都是轻轻松松 点搁一体机24寸的网络电视 KTV还是电影院 叔叔伯伯们自己选择 对面大厨台两米多 净水机大容量洗菜池 柴油炉和电磁炉 以及下方的燃气炉 一边炒菜一边煲汤 油烟也不用担心 还有强排的抽烟机 以及上上下下的储物空间 就这个厨房配置 您看够不够用 前方抽拉额头床 1米4乘2米2 睡下一家三口也不怕 内部镜高可以达到1米1 而且小朋友还可以站直 观景天窗 加上两侧的对流窗户 就这个通风采光的效果也是超棒的 这么大的车 里边东西也是加大号的 253升的超大冰箱 10天半个月的食材不用担心 而且两组合适的衣柜 加上一个微蒸烤的一体机 那么来到这边呢 楼梯啊是折叠的 家用的一个10公斤的洗衣机 洗烘一体的还是 床单4天套已经放里边的话 咱们也可以进行清洗 一楼卫生间就是一个客位 里面设施内十分齐全 智能马桶和花洒 不用调冷热水 那洗手台呢 还带了一个照明的化妆镜 以及储物空间均有配备 换一气扇 咱们给您选择的是按安装的形式 不会产生任何的异味 二楼就是主卧了 同样也带一个卫生间 可以折叠的材质 里面的洗漱材 随二楼一起进行升降 带电动粉碎的马桶 满足洗澡 以及晚上企业的需求 而且旁边给您加了一个小冰箱 晚上睡觉之前 敷个面膜也很惬意 中间就是C位 一张1米5的家用大床 就这个床铺一个人睡 很奢侈 两个人睡啊 很浪漫 带床头柜的设计 水杯可以放在上面 而且两侧还给您设置了一个超大的外颗霜 早上起来呼吸最新鲜的空气 有这样一台房车 全国各地都有家 您喜欢吗